我们看这一集 这一集他说如这个图 有一个以圆点当圆星的这个圆 他半径是三 另外一个圆的话 他以A零为圆星 半径是五 那么他问说 如果这两个圆是内里的话 那么他求A的范围是多少 我们知道如果内里的话 那么这个圆星距OO' 他要小多少 小这个R大 减掉R小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两个圆的圆星的距离 就是这两点的距离 就是A减掉圆取决类子 可能这一点是在他的右边 右可能是在左边 那这要小多少 这个就是等于OO' O' 这要小多少 小于那个5 减掉3 5减掉3的话是2 所以A的绝对值是2 所以 A他就去绝对值 去绝对值小2 大也护2 所以答案是这个 好,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